中华好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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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东市地处辽宁省东南部 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降相望 是一个经历了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英雄城市 在这座城市中 先后修建了许多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锦江山北路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安葬着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264位 其中 第五十军著名的战斗英雄王长贵 就安葬在此 曹县智 抗美援朝时期 任第五十军医疗队队长 今年已经八十七岁高龄了 离休后 他常年居住在丹东市 每逢清明时节 他都会来到这里 看望王长贵和其他常年于此的战友们 几十年如一日 位于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 是中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专题纪念馆 始建于1958年 在其英雄模范烈士馆展厅的墙上 悬挂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的两名特级英雄 50名一级英雄 以及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名册 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在牺牲时 赏布满30岁 正值青春年华 至今 在这座纪念馆中 还保存着几十份烈士证 其中 年龄最小的 仅有17岁 在朝中有一塔内的烈士册上 排在第一的是时任第67军军长李湘 1952年7月 李湘被美军投掷的细菌弹感染 病逝时年仅37岁 1952年12月10日 李湘的林九由朝鲜运回祖国 被安葬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林园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带总参谋长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真 挥笔写下了 我身已丧失了二十年的老战友 青年优秀将领李湘同志 而哀悼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林园 始建于1951年初 按照当时的规定 只有中国人民志愿军 解放军 即其他直接在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之团以上干部 或由军职领导机关批准的特等阴谋牺牲病故者 才能入院安葬 规格之高可见一斑 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四位军级领导里 就有三位长年于此 他们分别是 第三十九军副军长吴国璋 第二十三军参谋长 饶会谈 第五十军副军长 蔡正国 1951年10月6日 第三十九军副军长吴国璋 在志愿军司令部开晚会返回军部的途中 与平良东北的承传寿附近 空战遭到敌极空袭 吴国璋左类处中弹 不幸牺牲 年纪三十二岁 是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最年轻的副军级干部 吴国璋牲牲后 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全 亲自将这位红军时期就共同战斗的亲密战友 送回国内安葬 1953年3月20日凌晨 第二十三军参谋长饶慧潭 在召集生病的警卫员进防工动的途中 遭遇敌机轰炸 不幸牺牲 十年三十八岁 在饶慧潭牲牲仅仅22天后的4月12日晚 第五十军带领军长蔡正国 正在军部主持召开军事会议 晚九点四十分左右 夜空中突然响起了第一击的轰鸣声 炸弹地吓得那个声音 摩擦空气那个声音 通一下 不停的风 醒来以后 最后再想过活着 活着干净伸手 右边是警长 这边是科长 一摸警长没有了 四箭的弹片 击中了蔡正国和他身后的作战处处长 蔡正国的头上和胸部多处中弹 由于失血过多 傍晚十点 蔡正国心脏停止了调动 十年 四十四岁 阿姨姆上一口袋里面装这个小本 十年以后我摸出来 从天亮的时候再跟着口一看 说 等着 蔡正国都等着 我回国以后 在商城的话 交给他一人 第五十军军部被炸事件 是志愿军入朝作战三年以来 较为严重的事件之一 毛主一看到战巴以后 非常沉重 说了句话 蔡正国 蔡正国 为国 殉国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中 共安葬有123位志愿军烈士 他们大都是1951年5月 至1955年年底 从朝鲜战场上运至沈阳的 其中 邱绍云和黄继光名字 赫然在灵 1952年10月 为了配合上甘岭战役 志愿军三兵团和第十五军决定 第八十七步兵团配属第四十四师奉命夺取金化以西敌军的前哨阵地391高地 第四十四师师长相守志在大部队进攻的前一晚将一支小部队潜伏在敌人阵地前沿的草丛中 以待次日傍晚发起突袭 然后咱俩们就归等了两个的纪律 人和人 在人和情况下 就是打伤了也好 是打牺牲也好 这个都不能动的 秋少云 四川童梁县人 九岁丧父 十一岁丧母 他性格朴实内向 沉默寡言 临上战场前 秋少云立下了誓言 谁英雄 谁好汉 战场上比比看 1952年10月11日夜 秋少云和四百多名战友一起潜伏在了深深的草草中 第二天偏亮后 敌人开始盲目地向其阵地周围进行试探性射击 并间歇性发射各种炮弹 期间 我军潜伏去部队中 虽然有人负伤 但却始终没有暴露目标 秋少云在潜伏当中 被敌人的燃烧弹打造了 烧出他的伪装 烧出他的衣服以后 秋少云始终不动 那 也是火火的 这个被烈火烧死了 秋少云 以年仅二十六岁的生命 换取了潜伏部队的安全 为攻击任务的顺利完成 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下午五点四十分 在潜伏了十九个小时以后 秋少云的战友们向敌人 发起了冲锋 战后 团里为秋少云报了二等功 层层上报到志愿军政治部后 首长决定 为秋少云 即特等功 受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一九五三年 秋少云的遗体被送回了沈阳 他是十二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之一 与秋少云的遗体同时送往沈阳的 还有黄继光的遗体 在秋少云牺牲七天之后 二十一岁的黄继光 在上甘岭战役中 显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由于地势偏远 在黄继光牺牲三个月后 他的母亲邓方芝 才得知了儿子牺牲的消息 一九五三年三月 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李景全 批准黄继光的家乡石马乡 更名为继光乡 一个月后 黄继光的母亲邓方芝 受邀出席全国妇女大会 会上毛泽东对他说 你牺牲了一个儿子 我也牺牲了一个 会后 毛泽东还特意请他到中南海 自己的家中做客 表达了一个烈士的父亲 对一位英雄母亲的敬意 一年之后 邓方芝将黄继光的弟弟黄继树 又送到了朝鲜战场 帮我送到古典战场 就是为了发扬黄继光的勇于 要是代代人都能做这样的集成人 他说我妈妈的思想非常开放 帮我送到不得起来的 1958年3月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撤离朝鲜之时 黄继树和各个生前的战友们 来到了黄继光牺牲的地方 向他告别 并带去了母亲的问候 黄继树 黄继树到山根林以后 去看这个黄继光牺牲的那个 那个地堡的这个枪眼 那个地方就跪下了 拿了一些土 还找了一些颗子弹 他告诉我 他说要给他妈妈带回去 然后他说你我妈妈 你让我在这种一棵树 都把他抬下来了 汇苍军 位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 平壤东 约一百公里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曾在这里驻扎 1957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 和朝鲜当地群众 在这个一百五十米高的山腰上 共同建造了战地 约九万平方米的志愿军烈士林员 这也是朝鲜几十个志愿军烈士林员中 规模最大的一个 共有一百三十四名烈士 长年于此 1958年10月21日 志愿军最后一任司令员杨勇 带领志愿军总部全体人员 向长年在死的志愿军烈士们 做回国前的最后一次悼念 几天后 活着的人们凯旋了 而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 却永远 长眠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其中就有毛泽东的儿子 毛岸英 1950年10月8日 中南海决定出兵朝鲜 在朝鲜的当天晚上 毛泽东设家宴 为彭格怀践行 期间 毛泽东亲自给毛岸英报名 参加志愿军 当时 毛泽东身边的人都不同意 毛岸英去朝鲜 但毛泽东的回答是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就这样 毛岸英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第一个志愿兵 任司令部办公室 俄文翻译 机要秘书 作战处参谋 赵南起 时任志愿军司令部 作战处参谋 他与毛岸英朝夕相处了 一个月零五天 六十多年过去了 但毛岸英牺牲时的场景 他依然记忆犹新 十点左右 第一飞机 来了四家 乱了几十棵 零五九代 结果一时间 蓬东的两间房 和作战处的三间房 一下扫灭了 整个地区也成了火海 烧焦了 印不出来啊 烧烧焦了 这骨头还在 这就发现了 毛岸英带着苏联表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 传回北京 毛泽东强忍丧子之痛 缓缓地说 打仗 总是要死人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 已经献出了那么多 制战员的生命 他们的牺牲 是光荣的 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 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 就当成一件大事 在毛岸英的安葬选择上 毛泽东再一次体现出了 一位伟大领袖的胸襟 安葬在那的时候 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 去这个毛岸英一提 一个人送回国内 一个人 弄到会场那里 最后侵蚀到毛主席那 毛主席决定 还是在朝鲜 志愿军吸收了那么多人 都安葬在朝鲜 一国他乡 在他心目当中 都是中华二女 对于毛岸英的牺牲 彭德怀曾经评价说 国难当头 挺身而出 这不是每个人 都能做到的 但毛岸英做到了 毛岸英是坚决请求 到朝鲜抗美援朝的 从入朝参战 到牺牲 只有短短的三十七天 年仅二十八岁的毛岸英 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 和奖章 但是 他和成千上万 把生命留在朝鲜的 志愿军战士一样 在这场和平与 正义的战争中 永垂青史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平安南岛的成川区 有一个村庄 有一条河流 有一座山 都是以同一个志愿军战士的名字 来命名的 也许 当地的人们有一天会忘记 那个村庄 曾叫石田里 那条河 曾经叫泥越河 那座山 曾经叫 佛体洞山 但他们一定不会忘记 这个志愿军战士 他的名字叫做 罗胜教 1952年新年一时 正知朝鲜半岛 冰天雪地的世界 与自然气候相仿的是 朝鲜战争 也进入了十分艰苦的 相持阶段 罗胜教所在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47军 14-14 奉命来到了平安南岛 成川郡一带 进行修整训练 1月2日早晨 与往常一样 罗胜教 随所在的连队 力行出操 在信任结束 返回营地的途中 突然远处 传来了朝鲜少年的 呼救声 这个朝鲜少年 叫崔英 崔英 他早上发兵的时候 一下就掉到 冰窟窿里面去了 掉到冰窟窿里面去了 我们正常年的文书 罗胜教 当时就 一面跑 一面脱衣服 就把衣服脱了 脱了以后 就 掉到冰窟窿里面去 就这飞英 崔英 脱了几次 最后 凭他全身的离去 把崔英 脱出水面 崔英 获救了 罗胜教 却献出了 自己的生命 这一年 他只有21岁 当地老百姓 把他 抬起来 然后呢 用温水 给他洗了澡 擦了身上 用白布 给他裹起来 按照朝鲜的风速 就埋在 他们 家乡的 那个 山的小山上了 1952年2月4日 新华社播发了本社记者戴皇 发自朝鲜前线的通讯 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 报道了罗胜教舍身抢救 落水朝鲜儿童的 英雄史记 1953年6月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和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分别授予罗胜教烈士 一级国际勋章 和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在朝鲜安州提道兵列士陵园中 也安葬着一名 罗胜教式的国际主义战士 始元后 提道兵某部警卫连战士 山东省长青县人 1953年12月1日 一个朝鲜儿童在花瓶 叼到兵库中起 被救的儿童是赵远红 儿童得救了 他广东的牺牲量 1953年12月5日 朝鲜平安南道 安州剧人民 及始元后生前所在部队 三千多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 将始元后的遗体 安葬在龙潭岭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 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授予一等功臣 二级爱民模范称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 在他的家乡 长青县 攀庄建起烈士纪念堂 在抗美援朝的英雄谱上 还有一位特殊的活烈士 他是最早获得战斗英雄称号的人之一 后来的黄继光 邱绍云等人 都是学习他 而做出英雄壮举的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柴云镇 1951年5月底 第五次战役已接近尾声 柴云镇所在的第十五军四十五师 建守任务 在支部里地区的朴达峰 建守七至十天时间 在朴达峰阻击站的第六天 柴云镇从第四十五师警卫工兵年 被抽调补充到第134团八连七班任班长 他的任务是带领全班 夺回七连主峰阵地 陈英俊 他带着三个战士 夺回两个被敌人 斩命的前沿阵地 消灭近两百个敌人 最后 收敌人打光了 后地人抱在一起 他本来啊 是要伸手抠敌人的眼睛的 而美国人一向打空 把这有数十字要断了 此时 第四十五师增援部队赶到 将柴云镇简单宝杂后 转运下了阵地 柴云镇 被志愿军政治部授予特等功臣 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他所在的部队成为了英雄部队 他所在八连 也被评为特攻八连 但此时 柴云镇却失踪了 志愿军总部 发给柴云镇的英雄勋章 无人领取 在朝鲜的军事博物馆展厅里 也挂起了英雄柴云镇的遗像 此时 第十五军老军长秦纪委亲自指示 必须千方百计找到柴云镇 为完成这一任务 第十五军开始派出 以李天安为组长的寻访小组 四处寻找柴云镇的下落 李天安寄出了四十多封信 等待了一个多月后 当年将柴云镇包扎后 背下战场的战士孙洪发回信 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柴云镇的籍贯是四川省 接着信里说 我得去从那个叼十二个字的虽然骑士 在四川日报上登一登 那里我那个云西娃 他得学我小弟教书 他说部队上的掌握 我说天下同名 工薪生多嘛 他来做了嘛三次工作 他说爸爸也管他是不是嘛 你回去看看你老部队嘛 老手掌嘛 在家人的劝说和儿子的陪同下 柴云镇回到了老部队 经过调查核实 英雄的身份得到了确认 三十多年过去了 老手掌们与柴云镇相拥而起 相守志说 柴云镇 我们找得你好苦啊 不久 秦机委还特意在北京的家中 宴请了柴云镇 原来 挑达封战役中 柴云镇身处重伤 几经辗转后 送到了包头的一家医院 在住院一年后 他拿着三等以及残废军人证书 在民政局领取了一千斤大米的复原费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月池 回乡后 他先后担任过大队长 乡长 公社党委副书记等职 三十多年里 柴云镇默默地为党和人民 兴起工作 无私奉献 谁也不知道 他是一位大英雄 包括他自己 1984年11月的一天 56岁的柴云镇 穿上了一身崭新的军装 领回了迟到三十多年的勋章 第二年 柴云镇随抗美援朝英雄代表团 访问朝鲜 在朝鲜军事博物馆 柴云镇请服务员 将自己的遗项和事迹简介摘了下来 下节看点 随着蒋敬全向我开炮的呼叫声消失在变波中 他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逆转 柴云镇 柴云镇无疑是幸运的 与其相比 许多无名英雄 更值得人们尊重 蒋庆全 就是其中之一 1949年4月 蒋庆全进入通讯班 做了不花机员 1952年9月 蒋庆全随第23军入朝 1953年4月16日 蒋庆全所在的第67师 201传五连 接到命运 攻占石线洞北山 恶守耕地 组织炮火大量杀伤反击之地 经过几番争夺 蒋庆全所在连 排 班长全部牺牲 165人组成的加强连 此落身遗迹 我们连干部 连排长 全部牺牲 都剩我们几个人了 你看咋办 我说那你也得阻止 营长说 你得阻止 阻止的人员 准备别人反击 但是那可以 但是你 连个通信员都没有 连步行机员都没了 营长一回头 你留下吧 把营部给我下 在北山上给我下放到五连 在坚守了一天两夜后 蒋庆全通过步话机报告 阵地上只剩下了十多个伤兵员 两把冲锋枪和不多的子弹 只能退入阵地的地堡中 随着运动越来越近 蒋庆全互换炮火支援的诺点越来越近 这就辛� slight 延安《延安》 延安 皇 mealBS 王冲屋降 向四号目标 开炮 沙扑亚人员没有办法 所以中间口 中间 Upon a boat 中派炮 他说离你太近了 我说十米开炮 先车十米 回我吊炮十米 说离你太近了 我说废话 你干脆向我吊炮点开炮 吊炮点开炮 打不到呢 我说没办法了 向我开炮 是这么喊出来 他用这种就是 对决我的全身打 对决我打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 特别是那个 那个向我开炮 那个电影出来以后啊 眼看美军 就要占领阵地时 江青泉最后喊道 向我开炮 向我开炮 最后 声音消失在电波中 向我开炮 当蒋庆泉再次睁开双眼时 一躺在美军的卡车里 实现动北山战斗结束后 战地报记者 红卢 在实地采访时 听说了蒋庆泉 向我开炮的事迹 很快 红卢反映 蒋庆泉事迹的战地通讯 顽强的声音 即步行机缘蒋庆泉 创作完成 就在这时 一条震惊的消息传来 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 有蒋庆泉的名字 同年7月 第23军73事 217号的不华级远 俞树昌 也在战斗中 勿缓炮后 余地同归于尽 于是 红卢 根据未能发表的顽强的声音 以俞树昌为主角 又另写了一篇通讯 向我开炮 随着电影 英雄儿女的热议 王城向我开炮的口号 也传遍了神州杂地 本该成为英雄的蒋庆泉 命运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被俘后 蒋庆泉被甄别为无药可救的顽固分子 被送到釜山第三战俘营 1953年朝鲜停战后 蒋庆泉与六千多名志愿军战俘 被交换回国 此后 蒋庆泉回家以务弄为生 从不提及抗美援朝 上世纪六十年代 蒋庆泉和老伴去公社看电影 放映着正式电影 英雄儿女 回来的路上 蒋庆泉 哭了 今年 已经八十五岁的蒋庆泉 每逢赶集日 都会带着老伴到附近的集市 植上小摊 售卖老伴亲自缝制的鞋垫 军人和残疾人免费 用他自己的话说 不为别的 只为了发挥余热 蒋庆泉还将自己的经历写成 我从战俘营中走来的书稿 就是想把自己一生的经历 留给后来 关于英雄 蒋庆泉说 我是王城 也不是王城 我不是英雄 但我也不是狗熊 在朝鲜战场上 还有一群特殊的人 他们不具备专业的真实素质 但他们同样信仰坚定 不畏牺牲 郭震文 第十五军战地记者 1951年4月22日 五次战役开始后 他被派往第133团 随部队采访 去了以后 他就给我派了一个团里边的摄影干事 这个人叫熊杜忠 接他陪我 接他陪我 所以那个小伙子长得很帅 我们都是晚上行中的 一出门那路上跑火就来了 铺天盖地的 每天晚上走几十的路 一路第二人跑火 就在第二人跑火里边走 有时候 每接触别人一个连队就 三分之一 或者 或者更多的人就牺牲了 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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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振文和其他记者一起 以笔作枪 记录着战争的残酷 当地133团到达目的地时 随行报道的17人 只剩下了7位 摄影干事凶独中 被炮弹打中 不幸牺牲 第二天 我们就请一 这个烈士的东西 就看这个冯干事 熊干事的 有一本日记 一本日记呢 我当时就那边的记者嘛 我得要来看一看 要来看一看 看这个熊干事 正在谈谈案 他这个外人呢 叫玉带 这个记者是写的 是非常的 缠绵 一本说 有很多的承诺了 将来生意了以后 有一边陪你去全国看一看 去全国各地看一看 到莫斯科看一看 1950年10月20日 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场的 十一位摄影师 接到秘密覆巢的命令 由徐霄冰领队 踏上了寻找主力部队的征程 摄影师刘德远 带领两名助理 苏忠义 孙树香 跟随第1130的前卫团 第337团 日夜行军 他们除了和战士们一样 全副武装 还得携带着沉重的摄影器材 抗美援朝战争中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就是摄影师们记录的主体 新闻记录电影这个队伍 是咱们党培养下来的队伍 这个队伍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 不计较个人名和利 全心全意为人民 第五次战役 杨义中走到前面 结果到早晨 敌人飞机来了 就进行又轰炸 还有扫射的 他那儿失声 1952年10月 八一电影制片厂 复朝拍摄纪录片 慰问最可爱的人 10月17日 在朝鲜平安南道 成川郡十天里 在拍摄中国人民 复朝慰问团 慰问志愿军活动时 突遭敌机轰炸 摄影师高庆生 为保护摄影机 不幸重担牺牲 10年 25岁 他抢救出来的爱慕 手提摄影机 后来被命名为 光荣号 总政治部授予他 烈士称号 并追认为 模范共青团圆 战争期间 中央新闻记录 电影制片厂 共110余位同志 参加战地拍摄 他们和其他新闻工作者一起 用鲜血和声音 记录了那一场场 惊心动魄的战斗 和一段段感人之深的故事 他们为后人 留下了一笔不可复制的 珍贵财富 从另一个角度 印证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英勇和无畏 见证了抗美援朝的战争 今天 当我们在回首 临时这些轻松可爱的面庞 走近着一个个 曾经怀揣着坚定的信念 投身到一场 保家卫国战争攻去的 最可爱的人 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牺牲 他们的命运 都成为人类追求和平 与自由的最真实的主角 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 经过十多年的调查核实 共确认 183108名 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 在朝鲜战争期间 为国捐躯 这些志愿军烈士 来自除西藏以外 中国大陆的30个省 自治区 直下市 在朝鲜 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修建的纪念碑和烈士墓 有200多处 朝中有一塔 塔内 原型大厅中央 有一座大礼石石函 石函里 安放了十本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名册 这十本名册中 只记载了战斗英雄 和团以上干部的烈士姓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 纪念抗美援朝的各种纪念碑 纪念馆 数不胜数 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纪念那场伟大的战争 去缅怀那些为和平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 中国人民志愿军 一把朝面 一把雪 用鲜血 用青春 用生命 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军人 钢铁般的意志 和必胜的信念 志愿军的精神 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 保驾卫国的战争 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 反抗侵略的伟大壮举 创造震撼世界的辉煌业迹 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永远轻人 永远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风济永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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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 第四十五十增援部队赶到 将柴云镇简单爆炸后 转运下了阵地 柴云镇被志愿军政治部授予特等功臣 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他所在的部队成为了英雄部队 他所在巴连也被评为特工巴连 但此时柴云镇却失踪了 志愿军总部发给柴云镇的英雄勋章 无人领取 在朝鲜的军事博物馆展厅里 也挂起了英雄柴云镇的遗像 此时 第十五军老军长秦纪委亲自指示 必须千方百计找到柴云镇 为完成这一任务 第十五军开始派出以李天安为组长的寻访小组 四处寻找柴云镇的下落 李天安寄出了四十多封信 等待了一个多月后 当年将柴云镇包扎后 背下战场的战士孙洪发回信 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柴云镇的籍贯是四川省 接着信息 我得起初那个12个字的虽然骑士 在四川日报上等一等 那里我那个于晓娃 他得学我小礼教授 他说部队上的掌握 我说天下同名 公姓生多嘛 他来做了嘛三次工作 他说爸爸也管他是不是嘛 你回去看看你老部队嘛 老手掌嘛 在家人的劝说和儿子的陪同下 柴云镇回到了老部队 经过调查核实 英雄的身份得到了确认 三十多年过去了 老手掌们与柴云镇相拥而起 相守志说 柴云镇 我们找的你好苦啊 不久 秦机伟还特意在北京的家中 宴请了柴云镇 原来 调达峰战役中 柴云镇身复重伤 几经辗转后 送到了包头的一家医院 在住院一年后 他拿着三等以及残废军人证书 在民政局领取了一千斤大米的复原费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悦池 回乡后 他先后担任过大队长 乡长 公社党委副书记等日 三十多年里 柴云镇默默地为党和人民 兴起工作 无私奉献 谁也不知道 他是一位大英雄 包括他自己 1984年10月的一天 56岁的柴云镇 穿上了一身崭新的军装 领回了迟到三十多年的勋章 第二年 柴云镇随抗美援朝英雄代表团 访问朝鲜 在朝鲜军事博物馆 柴云镇请服务员 将自己的遗像和事迹简介 摘了下来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下节看点 随着蒋敬全 向我开炮的呼叫声 消失在变波中 他的命运 又将发生 怎样的逆转 柴云镇 无疑是幸运的 与其相比 许多无名英雄 更值得人们尊重 蒋庆全 就是其中之一 1949年4月 蒋庆全进入通讯班 做了不划机员 1952年9月 蒋庆全随第23军入朝 1953年4月16日 蒋庆全所在的第67师 201传五连 接到命运 攻占石线洞北山 恶守更地 组织炮火 大量杀伤反击之地 经过几番争夺 蒋庆全所在连 排 班长 全部牺牲 165人组成的加强连 此夺深估计 五连都说 包括营长 我们连 连任部 连排长 全部牺牲 都剩我们几个人了 你看咋办 那你也得阻止 营长说 你得阻止 阻止人员 准备敌人反击 那可以 但是 连个通信员都没有 连个通信员都没了 营长一回头 你留下吧 把营部 给我下 被杀人给我下放到五连来 在坚守了一天两夜后 蒋庆全通过布画机报告 阵地上 只剩下了十多个伤运员 两把冲锋枪和不多的子弹 只能退入阵地的地堡中 随着美军越来越近 将提权互换炮火支援的诺点 越来越近 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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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车呼叫 黄车呼叫 滴 Herz 向四号目标 开炮 基雅 我都杀 ogr mart 没办法 所以向我钓包 向我钓包顶摆 Wirtschaft 他说离你太近了 我说10米开炮 先是10米 回我吊炮10米 说离你太近了 我说废话 你干脆向我吊炮点开炮 吊炮点开炮 打不到呢 我说没办法的 向我开炮 是这么喊出来 他用这种去说 对决我的全身打 对决我打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 特别是那个 向我开炮 那个电影出来以后 眼看美军 就要占领阵地时 将进去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用鲜血和生命 谷写了怎样的生命乐章 请收看探索发现 即将播出的 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 第十二集 中华好儿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东市 地处辽宁省东南部 与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 隔江相望 是一个经历了 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英雄城市 在这座城市中 先后修建了许多 抗美援朝烈士兵员 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锦江山北路的抗美援朝烈士陵远 安葬着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264位 其中第五十军著名的战斗英雄 王长桂就安葬在此 曹县志 抗美援朝时期 任第五十军医疗队队长 今年已经八十七岁高龄了 离休后 他常年居住在丹东市 每逢清明时节 他都会来到这里 看望王长桂和其他常年于次的战友们 几十年如一日 位于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 是中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专题纪念馆 始建于1958年 在其英雄模范烈士馆展厅的墙上 悬挂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涌现出的两名特级英雄 五十名一级英雄 以及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名册 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在牺牲时 赏布满三十岁 正值青春年华 至今 在这座纪念馆中 还保存的几十份烈士证 其中年龄最小的 仅有十七岁 在朝中有一塔内的烈士册上 排在第一的是时任第六十七军军长 李湘 1952年7月 李湘被美军投掷的细菌弹感染 病逝时 年仅三十七岁 1952年12月10日 李湘的林九 由朝鲜运回祖国 被安葬于石家庄 华北军中华北军区烈士林园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带总参谋长 华北军区司令员 聂荣珍 挥笔写下了 我身已丧失了二十年的老战友 青年优秀将领 李湘同志 而哀岛 沈阳抗美援朝 烈士林园 始建于1951年初 按照当时的规定 只有中国人民志愿军 解放军 及其他 直接在朝参加 抗美援朝战争之 团以上干部 或由军职领导机关批准的 特等阴谋牺牲病故者 才能入院安葬 规格之高 可见一斑 在抗美援朝中 牺牲的四位军级领导里 就有三位 长眠于此 他们分别是 第三十九军副军长 吴国璋 第二十三军参谋长 饶慧谈 第五十军副军长 蔡正国 1951年10月6日 第三十九军副军长 吴国璋 在志愿军司令部 开完会 返回军部的途中 与平壤东北的承船村附近 固然遭到敌击空袭 吴国璋 吴国璋左类出中弹 不幸牺牲 年纪 三十二岁 是朝鲜战场上牺牲的 最年轻的 副军级干部 吴国璋牲牲后 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全 亲自将这位红军时代 就共同战斗的亲密战友 送回国内安葬 1953年3月20日凌晨 第二十三军参谋长 饶慧潭 在召集生病的警卫员 进防攻洞的途中 遭遇敌机轰炸 不幸牺牲 十年 三十八岁 在饶慧潭牲牲 仅仅22天后的 四月十二日晚 第五十军带领军长 蔡正国 正在军部主持 召开军事会议 晚九点四十分左右 夜空中突然响起了 第一机的轰鸣声 炸弹吓得那个神秘 摩擦空气 这些事情 空一下 这些风景 醒来以后 这部蔡正国还活着 活着赶紧伸手 右边是警长 这边是科长 一摸警长没有了 四箭的弹片 击中了蔡正国 和他身后的作战处处长 蔡正国的头上和胸部 多处重担 由于石血过多 半晚十点 蔡正国心脏停止了跳动 十年 四十四岁 一摸 上一口袋里面装着一个小本 十年 我摸出来 从天亮的时候 再跟着口一看 说 等着 蔡正国都等着 我回国以后 在 在商城 我教个他爱人 第五十四岁 第五十军军部被炸事件 是志愿军入朝作战三年以来 较为严重的事件之一 沈阳抗美援朝 列士陵园中 共安葬有 一百二十三位 志愿军列士 他们大都是 1951年5月 至1955年年底 从朝鲜战场上 运至沈阳的 其中 邱绍云和黄继光名字 赫然在列 1952年10月 为了配合上甘岭战役 志愿军三兵团 和第十五军决定 第八十七步兵团 配属第四十四式 奉命夺取金化以西 敌军的前哨阵地 三九一高地 第四十四式师长 向守志 在大部队进攻的前一晚 将一支小部队 潜伏在敌人阵地前沿的草丛中 以待次日傍晚 发起突袭 然后咱们就归等了 讲各地记得 人和人 在人和情况下 就是大伤了也好 是大牺牲也好 这个都不能动的 秋少云 四川童梁县人 九岁丧父 十一岁丧母 他性格朴实内向 沉默寡言 临上战场前 秋少云立下了誓言 谁英雄 谁好汉 战场上 比比看 1952年 十月十一日夜 秋少云 和四百多名战友一起 潜伏在了深深的草草中 第二天天亮后 敌人开始盲目地 向其阵地周围 进行试探性射击 并间歇性发射各种炮弹 期间 我军潜伏去部队中 虽然有人负伤 但却始终 没有暴露目标 秋少云 在潜伏当中 被敌人的燃烧弹打造了 烧出他的尾装 烧出他的衣服 以后 秋少云始终不动 也是火火的 这个被烈火烧死了 秋少云 以年仅二十六岁的生命 换取了潜伏部队的安全 为攻击任务的顺利完成 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下午五点四十分 在潜伏了十九个小时以后 秋少云的战友们 向敌人 发起了冲锋 战后 团里为秋少云报了二等功 层层上报到志愿军政治部后 首长决定 为秋少云 即特等功 受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1953年 秋少云的遗体被送回了沈阳 他是十二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之一 与秋少云的遗体同时送往沈阳的 还有黄继光的遗体 在秋少云牺牲七天之后 二十一岁的黄继光 在上甘岭战役中 显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由于地势偏远 在黄继光牺牲三个月后 他的母亲邓方芝 才得知了儿子牺牲的消息 1953年3月 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李景全 批准黄继光的家乡石马乡 更名为继光乡 一个月后 黄继光的母亲邓方芝 受邀出席全国妇女大会 会上毛泽东对他说 你牺牲了一个儿子 我也牺牲了一个 会后 毛泽东还特意请他到中南海 自己的家中做客 表达了一个烈士的父亲 对一位英雄母亲的敬意 一年之后 邓方芝将黄继光的弟弟 黄继树 又送到了朝鲜战场 帮我送到古典战场 就是为了发扬黄继光的勇于 要是代代人都能做这样的继承人 他说妈妈的思想非常开放 帮我送到不得起来 1958年3月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撤离朝鲜之时 黄继树和哥哥生前的战友们 来到了黄继光牺牲的地方 向他告别 并带去了母亲的问候 黄继树 黄继树到山根林以后去看这个黄继光牺牲的那个 那个地堡的这个枪眼 那个地方就跪下了 拿了一些土 还找了一些颗子弹 他告诉我 他说要给他妈妈带回去 然后他说你我妈妈 你让我在这种一棵树 他都把它排下来了 汇苍军 位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东 约一百公里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曾在这里驻扎 1957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当地群众 在这个一百五十米高的山腰上 共同建造了战地约九万平方米的志愿军烈士林园 这也是朝鲜几十个志愿军烈士林园中 规模最大的一个 共有一百三十四名烈士 长眠于此 1958年10月21日 志愿军最后一任司令员杨勇 带领志愿军总部全体人员 向长年在死的志愿军烈士们 做回国前的最后一次悼念 几天后 活着的人们凯旋了 而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 却永远 长眠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其中 就有毛泽东的儿子 毛暗英 1950年10月8日 中南海决定出兵朝鲜的当天晚上 毛泽东设家宴 为彭德怀践行 期间 毛泽东亲自给毛暗英报名 参加志愿军 当时 毛泽东身边的人 都不同意毛暗英去朝鲜 但毛泽东的回答是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就这样 毛暗英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第一个志愿兵 任司令部办公室 俄文翻译 机要秘书 作战处参谋 赵南起 时任战最后喊道 向我开炮 向我开炮 最后 声音 消失在变波中 为你生命 向我开炮 当蒋庆权再次睁开双眼时 一躺在美军的卡车里 实现动北山战斗结束后 战地报记者 红卢在实地采访时 听说了蒋庆权 向我开炮的事迹 很快 红卢反映 蒋庆权事迹的战地通讯 顽强的声音 即步行机员 蒋庆权 创作完成 就在这时 一条震惊的消息传来 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 有蒋庆权的名字 同年7月 第23军73事 217团的不华级远 俞树昌 也在战斗中 呼唤炮火 余地同归于尽 于是 红卢根据 未能发表的顽强的声音 以俞树昌为主角 又另写了一篇通讯 向我开炮 一条人员的编剧 跟导演商量了 所以这个王成使得 使得太简单了 给他讲点英雄故事 他把这个向我开炮 讲出去 在这边 向我那打 别顾我 随着电影 英雄儿女的热影 王成向我开炮的口号 也传遍了深州杂地 本该成为英雄的蒋庆权 命运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被俘后 蒋庆权被甄别为无药可救的顽固分子 被送到釜山第三战俘营 复山第三战俘营都是回火的 给我三条路 去日文 第二个 完了去台湾 第三个 公家使路一条 给我三条路 我说我要最后一条 我是高级书家 1953年朝鲜停战后 蒋庆权与六千多名支援军战俘被交换回国 此后 蒋庆权回家以务农为生 从不提及抗美援朝 上世纪六十年代 蒋庆权和老伴去公社看电影 放映着正式电影《英雄儿女》 回来的路上 蒋庆权 哭了 今年 已经85岁的蒋庆权 每逢赶吉日 都会带着老伴 到附近的集市 置上小摊 售卖老伴 亲自缝制的鞋垫 军人和残疾人免费 用他自己的话说 不为别的 只为了发挥余热 蒋庆权还将自己的经历写成 我从战俘营中走来的书稿 就是想把自己一生的经历 留给后人 关于英雄 蒋庆权说 我是王城 也不是王城 我不是英雄 但我也不是狗雄 在朝鲜战场上 还有一群特殊的人 他们不具备专业的真实素质 但他们同样信仰坚定 不畏牺牲 郭振文 第十五军战地记者 1951年4月22日 五次战役开始后 他被派往第133团 随部队采访 第133团队采访 去了以后他就给我派了一个团里边的摄影干事 这个人叫熊杜忠 接着陪我 接着陪我 所以那个小伙子长得很帅 我们都是晚上行中的 一出门那路上 跑火就来了 铺天盖地的 每天晚上 你走几十的路 一路第二人的跑火 就在第二人的跑火里边走 有时候 每接触第二人一个连队就三分之一 或者更多的人就牺牲了 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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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振文和其他记者一起 以笔作枪 记录着战争的残酷 当地133团到达目的地时 随行报道的十七人 只剩下了七位 摄影干事凶独中 被炮弹打中 不幸牺牲 第二天我们就 请一个烈尸的东西 就看这个冯干事 熊干事的有一本日记 有一本日记呢 我当时去那边的记者嘛 我得要来看一看 要来看一看 看这个熊干事正在谈恋爱 他的爱人呢 叫玉带 日记的啊 写得是非常的缠绵 有很多的承诺了 将来生意了以后 一定陪你去全国看看 去全国各地看看 到莫斯科看看 1950年10月20日 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场的 十一位摄影师 借到秘密覆巢的命令 由徐霄冰领队 踏上了寻找主力部队的征程 摄影师刘德远 带领两名助理 苏忠义 孙树香 跟随第1130的前卫团 第337团 日夜行军 他们除了和战士们一样 全副武装 还得携带着沉重的摄影器材 抗美援朝战争中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就是摄影师们记录的主体 新闻记录电影这个队伍 是咱们党培养下来的队伍 这个队伍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参谋 他与毛岸英朝夕相处了 一个月零五天 六十多年过去了 但毛岸英牺牲时的场景 他依然记忆犹新 十点不如第一飞机 来了四驾 乱了几十棵零五九弹 结果你一时间 蓬东的那个两间房 和作战处的那个三间房 一下烧灭了 整个地区也成了火海 烧焦了 印不出来啊 烧烧焦了 骨头还在 这就发现了 毛岸英带着苏联表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 传回北京 毛泽东强忍丧子之痛 缓缓地说 打仗 总是要死人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 已经献出了 那么多志战员的生命 他们的牺牲 是光荣的 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 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 就当成一件大事 在毛岸英的安葬选择上 毛泽东再一次体现出了 一位伟大领袖的胸襟 安葬在那的时候 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 你去这个毛岸英一提 一个你送回国内安葬 一个你弄到会场那里 最后侵蚀到毛主席那 毛主席决定 还是在朝鲜 志愿军牺牲了那么多人 都安葬在朝鲜 一国他乡 在他心目当中 都是中华二女 对于毛岸英的牺牲 彭德怀曾经评价说 国难当头 挺身而出 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但毛岸英做到了 毛岸英是坚决请求 到朝鲜抗美援朝的 从陆朝参战到牺牲 只有短短的三十七天 年仅二十八岁的毛岸英 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奖章 但是 他和成千上万 把生命留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一样 在这场和平与志愿的战争中 永垂青史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平安南岛的城川区 有一个村庄 有一条河流 有一座山 都是以同一个志愿军战士的名字 来命名的 也许 当地的人们有一天会忘记 那个村庄 曾叫石田里 那条河 曾经叫泥越河 那座山 曾经叫佛体洞山 但他们一定不会忘记 这个志愿军战士 他的名字叫做 罗圣教 1952年 新年仪式 正值朝鲜半岛冰天雪地的时间 与自然气候相仿的是 朝鲜战争 也进入了十分艰苦的 相持阶段 罗圣教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四十七军 一四一十 奉命来到了平安南岛 成川郡一带 进行修整训练 一月二日早晨 与往常一样 罗圣教随所在的连队 力行出操 在信任结束返回营地的途中 突然远处传来了朝鲜少年的呼救声 这个朝鲜少年叫崔英 崔英 他早上发兵的时候 一下就掉到冰窟窿里面去了 掉到冰窟窿里面去了 我们正常年的文书 罗圣教 当时就一面跑 一面脱衣服 就把衣服脱了 脱了以后 就掉到冰窟窿里面去 就这崔英 崔英脱了几次 最后凭他全身的离去 把崔英脱出水面 崔英获救了 罗圣教却显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一年 他只有21岁 当地老百姓把他抬起来 然后呢 用温水给他洗了澡 擦了身上 用白布给他裹起来 按照朝鲜的风俗 就埋在那个 他们家乡的那个山的小山上 1952年2月4日 新华社播发了本社记者戴皇 发自朝鲜前线的通讯 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 报道了罗圣教舍身抢救 落水朝鲜儿童的英雄事迹 1953年6月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和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分别授予罗圣教列士 一级国际勋章 和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在朝鲜安州提刀兵列士陵园中 也安葬了一名 罗圣教士的国际主义战士 始元后 提刀兵某部警卫连战士 山东省长青县人 53年12月1日 一个朝鲜儿童在花瓶 调到兵库中去 被救的儿童是赵远红 儿童得救了 他广龙的牺牲了 1953年12月5日 朝鲜平安南道 安州郡人民 及始元后生前所在部队 三千多人 隆重举行追悼大会 将始元后的遗体 安葬在龙潭岭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 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授予一等功臣 二级爱民模范称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 在他的家乡 长青县 攀庄 建起烈士纪念堂 在抗美援朝的英雄谱上 还有一位特殊的活烈士 他是最早获得战斗英雄称号的人之一 后来的黄继光 邱绍云等人 都是学习他 而做出英雄壮举的 这个人的名字 叫做柴云震 1951年5月底 第五次战役 已接近 上一口袋里面装这个小本 十明年到我摸出来 从天亮的时候 再跟着口一看 说等着 蔡春国的党政 我回国以后 在商城的话 教个他爱人 第五十军军部被炸事件 是志愿军入朝作战三年以来 较为严重的事件之一 某主义看了电报以后 非常沉重 说了句话 蔡春国蔡春国 为国勋国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中 共安葬有123位志愿军烈士 他们大都是1951年5月 至1955年年底 从朝鲜战场上运至沈阳的 其中 邱绍云和黄继光名字 赫然在令 1952年10月 为了配合上甘岭战役 志愿军三兵团和第十五军决定 第八十七步兵团 配属第四十四师 奉命夺取金化以西 敌军的前哨阵地 391高地 第四十四师师长 向首治 在大部队进攻的前一晚 将一支小部队 潜伏在敌人阵地前沿的草丛中 以待次日傍晚 发起突袭 然后咱俩们就归等了 两个的纪律 人和人 在人和情况下 就是打伤了也好 是打牺牲也好 这个都不能动的 邱绍云 四川同梁县人 九岁丧父 十一岁丧母 他性格朴实内向 沉默寡言 临上战场前 邱绍云立下了誓言 谁英雄 谁好汉 战场上比比看 1952年10月十一日夜 邱绍云和四百多名战友一起 潜伏在了深深的草草中 第二天天亮后 敌人开始盲目地 向其阵地周围 进行试探性射击 并间歇性发射各种炮弹 期间 我军潜伏去部队中 虽然有人负伤 但却始终没有暴露目标 邱绍云就是 潜伏当中 被敌人的燃烧弹打造了 烧出他的伪装 烧出他的衣服以后 邱绍始终不动 那 也是火火的 这个被烈火烧死了 邱绍云 以年仅二十六岁的生命 换取了潜伏部队的安全 为攻击任务的顺利完成 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下午五点四十分 在潜伏了十九个小时以后 邱绍云的战友们 向敌人 罚起了冲锋 战后 团里为邱绍云报了二等功 层层上报到志愿军政治部后 首长决定 为邱绍云 即特等功 受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1953年 邱绍云的遗体被送回了沈阳 他是十二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之一 与邱绍云的遗体同时 送往沈阳的 还有黄绍光的遗体 在邱绍云牺牲七天之后 21岁的黄绍光 在上甘岭战役中 显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由于地势偏远 在黄绍光牺牲三个月后 他的母亲邓方芝 才得知了儿子牺牲的消息 1953年3月 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李景全 批准黄绍光的家乡石马乡 更名为继光乡 一个月后 黄绍光的母亲邓方芝 受邀出席全国妇女大会 会上毛泽东对他说 你牺牲了一个儿子 我也牺牲了一个 会后 毛泽东还特意请他到中南海 自己的家中做客 表达了一个烈士的父亲 跟一位英雄母亲的敬意 一年之后 邓方芝 将黄绍光的弟弟黄绍树 又送到了朝鲜战场 帮我送到古典战场 就是为了发扬黄绍光的 勇于 要使代代人都能做这样的集成人 他说我妈妈的思想非常开放 帮我送到古典战场 1958年3月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撤离朝鲜之时 黄绍树和各个生前的战友们 来到了黄绍光牺牲的地方 向他告别 并带去了母亲的问候 黄绍树 到山根林以后 去看这个黄绍光牺牲的那个 那个地堡的这个 枪眼那个地方就跪下了 拿了一些土 还找了一些颗子弹 可他告诉我 他说要给他妈妈带回去 然后他说你我妈妈 你让我在这种一棵树 那都把他抬下来了 汇仓军 位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 平壤东 约一百公里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曾在这里驻扎 1957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 和朝鲜当地群众 在这个一百五十米高的山腰上 共同建造了战地 约九万平方米的志愿军烈士林员 这也是朝鲜几十个志愿军烈士林员中 规模最大的一个 共有一百三十四名烈士 长年于此 1958年10月21日 志愿军最后一任司令员杨勇 带领志愿军总部全体人员 向长年在死的志愿军烈士们 做回国前的最后一次悼念 几天后 活着的人们凯旋了 而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 却永远 长眠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其中 就有毛泽东的儿子 毛暗英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用鲜血和生命 谱写了怎样的生命乐章 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 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 第十二集 中华好儿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华好儿女 丹东市 地处辽宁省东南部 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隔江相望 是一个经历了 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英雄城市 在这座城市中 先后修建了许多 抗美援朝烈士兵员 坐落在风景秀丽的 锦江山北路的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安葬着 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 二百六十四位 其中 第五十军著名的战斗英雄 王长贵 就安葬在此 曹宪志 抗美援朝时期 任第五十军医疗队队长 今年已经八十七岁高龄了 离休后 他常年居住在半东市 每逢清明时节 他都会来到这里 看望王长贵 和其他常年于此的战友们 几十年如一日 位于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 是中国唯一一座 全面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 专题纪念馆 始建于1958年 在其英雄模范烈士馆 展厅的墙上 悬挂着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涌现出的两名特级英雄 五十名一级英雄 以及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牺牲的烈士名册 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 在牺牲时 赏布满三十岁 正值青春年华 至今 在这座纪念馆中 还保存着几十份烈士证 其中 年龄最小的 仅有十七岁 在朝中 有一塔内的烈士册上 排在第一的 是时任 第六十七军军长 李湘 1952年7月 李湘被美军投掷的 细菌弹感染 病逝时 年仅三十七岁 1952年12月10日 李湘的林九 由朝鲜运回祖国 被安葬于石家庄 华北军区烈士林医院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带动参谋长 华北军区司令员 聂荣臻 挥笔写下了 我身已丧失了 二十年的老战友 青年优秀将领 李湘同志 而哀悼 沈阳抗美援朝 烈士林医院 始建于1951年初 按照当时的规定 只有中国人民志愿军 解放军 及其他直接在朝参加 抗美援朝战争之团以上干部 或有军职领导机关批准的 特等阴谋牺牲病故者 才能入院安葬 规格之高 可见一斑 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四位军级领导里 就有三位长年于此 他们分别是 第三十九军副军长 吴国璋 第二十三军参谋长 饶慧坦 第五十军副军长 蔡政国 1951年10月6日 第三十九军副军长 吴国璋 在志愿军司令部开晚会 返回军部的途中 与平良东北的承船村附近 固然遭到敌极空袭 吴国璋左类出中弹 不幸牺牲 年纪 三十二岁 是朝鲜战场上牺牲的 最年轻的 副军级干部 吴国璋牲牲后 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全 亲自将这位红军时期 就共同战斗的亲密战友 送回国内安葬 1953年3月20日凌晨 第二十三军参谋长 饶慧坦 在召集生病的警卫员 禁防弓弄的途中 遭遇敌机轰炸 不幸牺牲 十年 三十八岁 在饶慧坦牺牲 仅仅二十二天后的 四月十二日晚 第五十军带领军长蔡正果 正在军部主持召开军事会议 晚九点四十分左右 夜空中突然响起了第一击的轰鸣声 炸弹地吓得那个声音 摩擦空气那个声音 通一下 不停的风 醒来以后 最后再想过活着 活着干净伸手 右边是警长 这边是科长 一摸警长没有了 四箭的弹片 击中了蔡正果和他身后的作战处处长 蔡正果的头上和胸部多处中弹 由于食血过多 傍晚十点 蔡正果心脏停止了跳动 十年 四十四岁 1953年12月5日 朝鲜平安南道 安州郡人民及史源后生前所在部队三千多人 隆重举行追悼大会 将史源后的遗体 安葬在龙潭岭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 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授予一等功臣 二级爱民模范称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 在他的家乡长青县 攀庄建起烈士纪念堂 在抗美援朝的英雄谱上 还有一位特殊的活烈士 他是最早获得战斗英雄称号的人之一 后来的黄继光 邱绍云等人 都是学习他 而做出英雄壮举的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柴云镇 1951年5月底 第五次战役 已接近尾声 柴云镇所在的第十五军 四十五师接受任务 在支部里地区的 调达峰 接受七至十天时间 在调达峰足迹战的第六天 柴云镇 从第四十五师警卫工兵年 被抽调补充到 第134团807班任班长 他的任务 是带领全班 夺回七连主峰镇地 陈英俊 他带着三个战士 夺回两个被敌人 斩领的前沿阵地 消灭近两百个敌人 最后 收敌两人打光了 后天就抱在一起 他本来啊 是要伸出 抠敌人的眼睛的 而美国人一向在空 把这有数十字要断了 此时 第四十五师增援部队赶到 将柴云镇简单宝杂后 转运下了阵地 柴云镇 被志愿军政治部 授予特等功臣 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他所在的部队 成为了英雄陆队 他所在巴连 也被评为特攻巴连 但此时 柴云镇却失踪了 志愿军总部 发给柴云镇的英雄勋章 无人领取 在朝鲜的军事博物馆展厅里 也挂起了英雄柴云镇的遗像 此时 第十五军老军长 秦纪委亲自指示 必须千方百计 找到柴云镇 为完成这一任务 第十五军 开始派出 以李天安为组长的 寻访小组 四处寻找柴云镇的下落 李天安寄出了四十多封信 等待了一个多月后 当年 将柴云镇包扎后 背下战场的战士 孙洪发回信 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柴云镇的籍贯 是四川省 接着心里想 我得起草的 叼十二个字的 虽然骑士 在四川日报上 等一等 那里我那个 于西娃 他得学我小的教授 他说部队上的掌握 我说天下同名 工兴生多嘛 他来做了嘛 三次工作 他说爸爸也管他 是不是嘛 你回去看看你老部队嘛 老手掌嘛 在家人的劝说 和儿子的陪同下 柴云镇回到了老部队 经过调查核实 英雄的身份得到了确认 三十多年过去了 老手掌们与柴云镇相拥而弃 相守志说 柴云镇 我们找得你好苦啊 不久 秦机委还特意在北京的家中 宴请了柴云镇 原来 调达峰战役中 柴云镇身处重伤 几经辗转后 送到了包头的一家医院 在住院一年后 他拿着三等以及残废军人证书 在民政局领取了一千斤大米的复原费 回到了自己的家医院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岳池 回乡后 他先后担任过大队长 乡长 公社党委副书记等职 三十多年里 柴云镇默默地为党和人民 兴起工作 无私奉献 谁也不知道 他是一位大英雄 包括他自己 1984年11月的一天 56岁的柴云镇 穿上了一身崭新的军装 领回了迟到三十多年的勋章 第二年 柴云镇随抗美援朝英雄代表团 访问朝鲜 在朝鲜军事博物馆 柴云镇请服务员 将自己的遗项和事迹简介 摘了下来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下节看点 随着蒋静泉 向我开炮的呼叫声 消失在变波中 他的命运又将发生 怎样的逆转 柴云镇 柴云镇无疑是幸运的 与其相比 许多无名英雄 更值得人们尊重 蒋庆泉 就是其中之一 1949年4月 蒋庆泉进入通讯班 做了不划机员 1952年9月 蒋庆泉随第23军入朝 1953年4月16日 蒋庆泉所在的第67师 20135年 接到命运 攻占石线洞北山 恶守阵地 组组织炮火 大量杀伤反击之地 经过几番争夺 蒋庆泉所在连 排 班长全部牺牲 165人组织的加强连 索身无忌 5年都说的 包括营长 我们连干部 连排长 全部牺牲 都剩我们几个人了 你看咋办 我说那你也得阻止 营长说 你得阻止人员 准备敌人反击 那可以 但是你连个通行员都没有了 连步行区员都没了 营长一回头 你留下吧 把营部给我下 把那北山人给我下放 到了5年来 在坚守了一天两夜后 蒋庆泉通过步划机报告 阵地上 只剩下了十多个伤运员 两把冲锋枪和不多的子弹 只能退入阵地的地堡中 随着运动越来越近 蒋庆泉不换炮火支援的诺点 越来越近 延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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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车呼叫 黄车呼叫 向四号目标 开炮 杀红雅人 没办法 所以向我调包 等我拍炮 他说离你太近了 我说十米开炮 先是十米 回我调包十米 说离你太近了 我说废话 你干脆向我调包顶开炮 调包顶咱们打不到呢 我说没办法的 向我开炮 是这么喊出来 眼看美军就要占领阵地时 蒋庆泉最后喊道 向我开炮 向我开炮 最后 声音 消失在电波中 让我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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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蒋庆泉 当蒋庆泉 再次睁开双眼时 已躺在美军的卡车里 实现东北山战斗结束后 战地包记者 红卢 在实地采访时 听说了蒋庆泉 向我开炮的事迹 很快 红卢反映蒋庆泉 事迹的战地通讯 顽强的声音 即步行机缘蒋庆泉 创作完成 就在这时 一条震惊的消息传来 在联合国军交换的 战俘人员名单中 有蒋庆泉的名字 通年7月 第23军73事 217号的不滑机员 俞树昌 也在战斗中 勿缓炮火 余地同归于尽 于是 红卢根据 未能发表的顽强的声音 以俞树昌为主角 又另写了一篇通讯 向我开炮 一条人员的编剧呢 跟导演商量了 说这个王神使得 使得太简单了 给他讲点英雄史 内容故事 再把这个向我开炮 表达出去 再进去 向我那儿抬 别顾我 随着电影 英雄儿女的热音 王神向我开炮的口号 也传遍了神州打地 本该成为英雄的蒋庆泉 命运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被抚后 蒋庆泉被甄别为 无妙可救的顽固分子 被送到釜山第三战俘营 1953年朝鲜平战后 蒋庆泉与六千多名支援军战俘 被交换回国 此后 蒋庆泉回家 以务农为生 从不提及抗美援朝 上世纪六十年代 蒋庆泉和老伴 去公社看电影 放映的正式电影 英雄儿女 回来的路上 蒋庆泉哭了 今年 已经八十五岁的蒋庆泉 每逢赶吉日 都会带着老伴 到附近的集市 置上小摊 售卖老伴 亲自缝制的鞋垫 军人和残疾人免费 用他自己的话说 不为别的 只为了发挥余热 蒋庆泉还将自己的经历写成 我从战俘营中走来的书稿 就是想把自己一生的经历 留给后人 关于英雄 蒋庆泉说 我是王城 也不是王城 我不是英雄 但我也不是狗熊 在朝鲜战场上 还有一群特殊的人 他们不具备专业的军事素质 但他们同样信仰坚定 不畏牺牲 郭震文 第十五军战地记者 1951年4月22日 五次战役开始后 他被派往第133团 随部队采访 去了以后他就给我拍了一个团里边的摄影干事 这个人叫熊杜忠 接他陪我 接他陪我 所以那个小伙子长得很帅 我们都是晚上行中了 一出门那路上跑火就来了 铺天盖地的 每天晚上走几十的路 一路第二人跑火 就在第二人的跑火里边走 有时候 每接触第二人一个连队就三分之一 或者更多的人就牺牲了 上路上路上路 郭震文和其他记者一起 以笔作枪 记录着战争的残酷 当地133团到达目的地时 随行报道的17人 只剩下了7位 1950年10月8日 中南海决定出兵朝鲜的当天晚上 毛泽东设家宴 为彭德怀践行 期间 毛泽东亲自给毛岸英报名 参加志愿军 当时 毛泽东身边的人都不同意 毛岸英去朝鲜 但毛泽东的回答是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就这样 毛岸英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第一个志愿军 任司令部办公室 俄文翻译 机要秘书 作战处参谋 赵南起 时任志愿军司令部 作战处参谋 他与毛岸英朝夕相处了 一个月零五天 六十多年过去了 但毛岸英牺牲时的场景 他依然记忆犹行 四点多入地银飞机来 来了四家 乱了几十棵 零五九弹 结果一时间 蓬东的两间房 和作战处的三间房 一下烧灭了 整个地区也成了火害 烧焦了 印不出来啊 烧烧焦了 这骨头还在 这就发现 毛岸英带着苏联表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 传回北京 毛泽东强忍丧子之痛 缓缓地说 打仗 总是要死人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 已经献出了 那么多志战员的生命 他们的牺牲 是光荣的 暗英是一个普通战士 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 就当成一件大事 在毛暗英的安葬选择上 毛泽东再一次体现出了 一位伟大领袖的胸襟 安葬在那儿的时候 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 你起这个毛岸英一体 一个你送回国内 安葬 一个你弄到会场那里 最后侵蚀到毛主席那儿 毛主席决定 还是在朝鲜 志愿军吸收了那么多人 都安葬在朝鲜 一国他乡 在他心目当中 都是中华二女 对于毛暗英的牺牲 彭德怀曾经评价说 国难当头 挺身而出 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但毛暗英做到了 毛暗英是坚决请求 到朝鲜抗美援朝的 从陆朝参战到牺牲 只有短短的三十七点 年仅二十八岁的毛暗英 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奖章 但是他和成千上万 把生命留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一样 在这场和平与正义的战争中 永垂青史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平安南岛的城川区 有一个村庄 有一条河流 有一座山 都是以同一个志愿军战士的名字 来命名的 也许当地的人们有一天会忘记 那个村庄曾叫石田里 那条河曾经叫泥越河 那座山曾经叫佛体洞山 但他们一定不会忘记 这个志愿军战士 他的名字叫做罗胜教 1952年新年仪式 正值朝鲜半岛冰天雪地的世界 与自然气候相仿的是 朝鲜战争也进入了 十分艰苦的相持阶段 罗胜教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47军 1410 奉命来到了平安南岛 成川郡一带 进行修整训练 1月2日早晨 与往常一样 罗胜教随所在的连队力行出操 在信任结束返回营地的途中 突然远处传来了朝鲜少年的呼救声 这个朝鲜少年叫崔英 崔英 他早上发兵的时候 一下就掉到冰窟窿里面去了 掉到冰窟窿里面去了 我们正常年的文书 罗胜教 当时就一面跑 一面脱衣服 就把衣服脱了 脱了以后 就掉到冰窟窿里面去 就这飞英 崔英脱了几次 最后凭他全身的离去 把崔英脱出水面 崔英获救了 罗胜教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一年 他只有21岁 当地老百姓把他抬起来 然后呢 用温水给他洗了澡 擦了身上 用白布给他裹起来 按照朝鲜的风速 就埋在那个 他们家乡的那个山的小山上 1952年2月4日 新华社播发了本社记者代皇 发自朝鲜前线的通讯 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 报道了罗胜教舍身抢救 落水朝鲜儿童的英雄事迹 1953年6月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和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分别授予罗胜教列士 一级国际勋章 和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在朝鲜安州提刀兵列士陵园中 也安葬着一名 罗胜教士的国际主义战士 始元后 提刀兵某部警卫连战士 山东省长青县人 五三年十日月一日 一个朝鲜儿童在花瓶 掉到兵库中去 被救的儿童是赵远红 儿童得救了 他广东的牺牲了